光復屯門行動中被捕的13人 當中10人被落案起訴 包括非法集會及襲警等罪名 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 各人獲准保釋 期間不准踏足屯門區或屯門時代廣場 示威者星期日在屯門新墟 以及屯門時代廣場多次與警方衝突 其中一名被控襲警的男人 保釋期間被禁踏足屯門 而被控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的女人 以及其餘8名被控非法集會的人士 全部不准踏足屯門時代廣場 法院將案押後到4月9日 至於另外被捕的3人就保釋後查 下個月上旬向警方報道 熱血公民、本土民主前線等團體 星期日發起光復屯門行動 不滿內地旅客及水貨客滋擾 多次與警方衝突 警方要施放胡椒噴霧